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赌诗会》 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文书惠海所度无量》 第1342集 我是为志 经文 本身文人在虚空中说声文行 经接修行大圣空义 文书师利为字基约 与海教化 其事如是 这段文是文书师利 菩萨回答至基菩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总结 他在海中 就是在龙宫教化众生的事情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昨天有提到 他所度众生 其事无量 非口所宣 非心所策 而且这些人都能够 论说六波罗蜜等等 能够论说六波罗蜜 论说六波罗蜜 就已经是大圣菩萨行的 这边就讲得更清楚 这些人本来 他所度的人 这些从海中涌出的 住在虚空的这些人 都是声文人 就是二圣 小圣 声文人 在虚空中说声文行 他已经可以转小向大 表示被文书师利所度化 今天就现在都修行什么 修行大圣空义 大圣空义大概会来讲 大圣空义就是庙有真空 之前也一直讲过很多遍 不是小圣偏空这边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能够让这些人 声文人能够修行大圣空义 是很重要 所以最后再强调一遍 文书师利就跟自己讲 我在海中 在龙宫海中 所教化的就是这些事 其实这些事是很厉害的 很伟大的 那么来看 上来的手杂 所以要教导这些 龙宫的这些水族也好 众生也好等等 其实不是很容易的 可是因为文书师利 是一个善说法者 昨天也提到 他这个德恨 智慧都很高 今天就说法的部分 上能又更详细的 来为我们开示 你看这些有些文 昨天也有讲过 可是今天就再换个角度 再深入讲这件事情 因为今天的文 也是提到 你看他这个本声文 在虚空中说声文行 紧接修行大神空矣 那至极菩萨的疑问 那文书师利 是怎么教的 为什么可以教得这么好 教了这么多人 之前讲过了 那为什么可以教得这么好 今天又在强调 补充一遍 那么来看这一张 这张左边就刚刚念的 那些手杂 中间是经文 那上来后面又补了一句 我念一下 后面补的这一段 说明 手杂 就是在讲说 为什么他可以度 这些无量的声文重变成菩萨 住在大圣空义 对不对 他一样 一样是 从苦极灭道开始教 先教方便法等等 他有一道教法 那上来在开示的时候 有一段 我非常喜欢 超爱的 就是下面 就是其实我们在教化的时候 待会会有诊断 下一页会有诊断 上来的开示 我念一下 我把重点念一下 就是我们在教化众生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身体力 你自己爱做 要以身作者 要让人家感动 第二个要信愿行 第三个要入人群 法在人群忠德 入人群才能长智慧 成长慧命 要身心奉献 要用无私的爱去付出 所以这一段文 我非常喜欢 我昨天刚好在 我今天比较特别 今天是在板桥 进士堂的教室录制的 所以你看画面 有的不太一样 开场的时候 昨天因为这边有营队 这个长照机构的人文营 昨天看卢场 卢场我之前就看过了 我昨天要导读 看完卢场要做一个分享 导读 引导大家去讨论 结果昨天分享者提到了 从卢场里面 截取出来的智慧 其实就是上文今天讲的这些 我念一下就这一段 昨天我们的学员都提到了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感动 就是这些重点 昨天都提到 我们从卢场 我们的这些台东的志工 这些在卢场纪录片里面的 这些大菩萨 他们身上就看到这些智慧 看到这些愿行 你看 所以必定要有这份的身体力行 我们常说性愿行 学佛就是要这样 相信法 要发大心力大愿 我们要起一行动 去入人群 我们身心奉献 无私的爱去付出 若是这样 任何一个地方的众生 他最需要的时候 你能够付出 这样自然 他的心就与他会合 你说的话 他就会用心接受 接受你的教化 如常这部纪录片拍摄 我们台东三主志工 详细我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再去复习再看 看第二遍 第三遍都会很感动 有人看很多遍 每看一遍都会哭 那不是只有哭 你要把这个法学起来 这些大菩萨 这些师兄姐视线的 就跟上人今天开始的 就一模一样 我就看了就很感动 要么的仿仕志工 或是我们的机构的 居服员的菩萨 他们要去面对的这些对象 是不是类似跟龙宫一样 所以我觉得提波达多品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我现在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 来看今日文法心得 善说法者 凡是法以经怒心 从内心所理解的法 怒人群要度众生 所以说法你要先 我常说心中有法 才能说法 就在讲这个 要把这个消化以后 再分享出来的 肯定会感动人 必定要有这份身体力行 我们常说的心眼行 就我刚刚念的那一段 还有无分别之根本之 上人有根本复习 今天修行大圣空义 是今天的重点之一 与海教化其事如是 所以整个教化 所以今天在谈什么 像这一张这个图 就是在谈教化 就是文殊师弟菩萨 他是如何教化 这个海中 龙宫的这些众生 所以他的教化 那最后 因为他有这个教化 教化力 那才会怎么 就是最后用龙女做代表 能够出一个龙女 还要出一个高材生 一样 像我们这个台东的菩萨 这个是不是也有教出高材生 我想别的地区应该也有 考上台大的等等 所以你用心陪伴 这些孩子 这些他所陪伴的对象 都可能像龙女一样 或是都会像这些 从海涌出的大菩萨 城堡莲花 来到灵鳩山 祝于虚空 所以我感触真的是蛮深的 也很感恩 有这个机会 陪伴我们的这个居服员 他们的人文艺 这几年我都有来陪伴他们 所以今年感触特别多 因为今年是倒过来 今年先跟上人座谈 温馨座谈 昨天温馨座谈 然后昨天晚上看奴场 上人有说要职制合一 就是要职工 要有志工的精神 所以我们看奴场 刚好把整个志工精神 这个感受到了 就非常好 我们来看上人的开示 上人一开始说 意思说善说法者 凡是法已经怒心 从内心所理解的法 怒人群要度众生 他这个法就已经了解 了解后 自己再体会说出来 这样就是善说法者 所以不是被稿子 不是人家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上人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哪个大师说什么 我就说不是 是你真的已经理解了 然后你再把它说出来 你自己甚至做过了 这样是最好的性解行政 这是说自己法吸收后 在消化 自己的身心有法在说 叫做善说法者 所以记住 心中有法 才能说法 自己要先做 先消化 再来不择地而善度 不论任何一个地方 圆通或不通 法洛路心 永迟在心 因为法在心 你有培养这个德 在我们的身行里 很自然的 虽然以言不通 也能够去度化众生 上人就举了 不管是天主教 基督教 他举死怀者 举马戒 下面是死怀者 马戒因为来到台湾 后来还有马戒医院 还有学校等等这些 所以 而且 马戒在度众生的时候 他了解到 众生需要什么 他就会去给他什么 死怀者也是这样 他了解 需要物资 需要医疗 所以他赶快去学医疗 然后去劝募物资等等 所以根据众生的苦难 了解众生的需要 去度化众生 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学佛说法都是一样 不能光说 一定要做 而且你还有德 因为有时候在付出的路上 你要想方设法 要善用资源 要 所以心中要有法 要善用资源 然后你要这个德 有这个愿力 信愿 这样 不是只是靠聪明力根 这样 这是还不够的 所以上人的开示 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发 所以就这一段 这一段 必定要有身体力行 这一段我有拉到前面去 不过很重要 我在那一边 我们常常说 性怨行 学佛就是要怎样 性怨行 你要相信法 要发大心力大愿 要起行动 路人去 身心奉献 无视的爱 去付出 昨天我听到学员讲这些 他是一个一个讲 一个一个讲 其中一点一点一点 汇集起来 那真的是很感动 真的是很感动 表示如常 他们真的有看进去 看进去 那这样 你去做 做长照 做仿视 就比较会成功 因为 人家就会听你的话 你有爱 有细利的爱 愿意奉献 无视的爱 人家就接受你的教化 上来另外一局 这个老菩萨 环保老菩萨等等 他们都很有心 以身作则做典范 因为刚才 马接跟死怀者 想说可能离人比较远 但是那些都是 尊敬的 很伟大的典范人物 那这个 实际里面 很多环保老菩萨 也是典范人物 这样 做啊 做 环境也是不好的地方 这个 也要很用心 做的欢喜又有趣 上来就举这个 就想到说 怎么样 从这个四五楼 把回收物 这样推推推 推下来等等 这些例子 很令人感动 这就是方法 环境不好 今天环境不好 那当然就 就要心要很细微 很细利 要有智慧 那这样做法 就会感动人 这样 所以 不管是菩萨度众生 就是 都要有这样的精神 不管在什么地方 就像刚刚 讲的玛街 史怀泽 都是这样典范 这是宗教的典范 那做人间的 人间式的典范 也有 这样 所以要什么 人根式 都要把它做出来 展现出来 这样 那这样也是传教 所以人家就可以接受 我们的教化 所以从文书 实力菩萨 他怎么度化 海中的众神 然后上人就举说 想说 你这个经文这样写 那现在 有没有人这样用 有啊 玛街 死怀泽 我们的环保菩萨 我们的仿式菩萨 我讲的那个 卢场 因为这个 上人在开示的时候 卢场可能还没拍 不是 这个 上人就举 这个环保菩萨 大家可以感受 比较多 可是我今天 刚好因缘际会 现在人还在 这个 板桥禁食堂 或者找一个空教室 来录我的 维世寻法乡 那这个 就感触很深了 大家也可以去思考 好 往下看 这就是上人补充的 第二段 这个我前面有简单讲 所以这个 文殊师利菩萨 他的 智慧 德恨 然后这个 大圣的 这个平等会 这样 都 这个 像海一样 或是这个 每个人的这些 智海 等等 他的 这个 因为他这个 智慧都已经具足了 而且他有 有去做 有去行 等等 所以才能够 度这么多 这么多的菩萨 陈莲花住在虚空中 无量的菩萨 因为他也是从苦心灭道开始谈 这个都有 所以 大圣法 如果 你要 用心去体会 就知道 你就可以最后得到 无分别字 根本字 那之前有说过 不是重心 也不是脱外言 都达到最 最顶 最高的 平等的 这个大法 众生通通平等 为什么 四道 四道 六道四身 对不对 六道四身 这个都有 四身就卵身 太身 四身化身 对不对 六道就是 天能阿修罗 第一二鬼畜生 这些通通平等 通通平等 对不对 因为都有 都有这个 一个可以成佛的真如本性 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就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 无分别字 根本字 就可以无处不度 无稽不化 这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 昨天的文 文书实力言 其数无量 不可称计 非口所宣 非心所策 且待虚于 自当正直 所缘未尽 无处菩萨 做宝莲花 从海涌出 亦灵旧山 住在虚空 我们来看 这个 昨天的文 比较长 有三章 此诸菩萨 皆是文书实力 之所化度 据菩萨行 结贡论说 六波罗蜜 这是昨天的文 看今天的文 本声文人 在虚空中 说声文行 今间修行 大胜空义 文书实力 为字迹约 与海教化 其事如事 我们来看 上人的开始 还有一些经文的解释 所以这个空 现在是修行 大胜空义 声文人 他以前修的是 是什么 是偏空的空 大胜菩萨 他修的是什么 真空妙有的意思 所以文书实力 为字迹约 与海教化 其事如事 这些他度的众生 本来是小鸡 就小根鸡的人 在下方虚空中 等等 所以我们来看 这些解释 本声文人在虚空中 有没有 原是小鸡 在下方虚空之下 说声文道 先禀全教 驻小道 但说苦其事 所以还是要用 方便法 先度他 经接修行 大胜空义 经文实相 听到的真实法 所以才能够 助于大胜空义 经接修行 大胜空义 就是他听到了 真实的法 实相了义的法 所以他可以什么 真正踏实 学佛的道理 他都懂了 怒人群去度众生 所以 这些六度万行 都完成了 这些阴行都完成了 所以就可以 吸注大胜空义 怒人群 无所足 不受人群的烦恼 无名所污染 这就是大胜的空义 如是上智慧的人 从偏空法 起路 原浓真实道 今则皆修 不失以空 遂见 体解 灭地 会道 真地 所以这些人 人人都有这些 成佛的智慧 所以他称他为上智慧的 从偏空法 也肯定有一些 因缘 根基 这些 所以从偏空的法 就小胜 进入 原浓真实道 所以 才修这个 不失以空 这个体会 从这个体会 苦极灭道开始 等等 来会道 这些真 真替理 真实法 小胜之空 二胜人 断了 三界的烦恼之后 便入于火光三昧中 这个 烧生灭行 而归于空极 无为之 涅槃境界 他这涅槃是 就有余涅槃 佛的是无余涅槃 大圣的是无余涅槃 这是有余涅槃 这是他自己 独善其身 空极就好了 所以烧生灭行上 他就说 对啊 反正他就 不想再入人群 对不对 出三界 这个以后 他就独善其身 这样就好了 可是他 乘上祸未了 他本来以为 烧生灭行 不用再来了 就不用再 这个 入人群了 所以他 得到火光三昧 他就很高兴了 这样 所以这是不够的 这个是小圣的空 这也是二圣行者 最终的目的 所以 这个 一直讲 上人 以前一直讲 讲很多 所以整个佛陀在法经 也是要带他的弟子 从这个 二圣行者 身为人决 赶快走到 菩萨道 再成佛 这样 所以最终目的是什么 要带 好像化成玉品 引导大家 到保守 长期光净土 保守 大圣之空 为静妙 庄严之空 这个昨天有讲过 所以 佛陀教大家 目的地还没到 终点 你要得到 究竟佛会 才是终点 这个你只得到 究竟涅槃 是不够的 我以前对这个研究很久 就是说 原来 这个 因为华经都有出现 你到 你到这个 身为研究的时候 你到究竟涅槃 可是佛陀在华经讲 不能只到究竟涅槃 你要到究竟佛会 如果你们对 华经有兴趣去看 这个都写得 非常非常清楚 在好几品的地方 都有带到 从古佛到 这个释迦牟尼佛 等等 这个 所以 还有成沙或未了 你也 只有究竟涅槃 还没有到究竟佛会 成沙或未了 所以要赶快再入人群 去 这个 长智慧 去体会这个大圣 空法 因为路人群而不懒足 所以为什么要用莲花 做辟语 可以得到这个 寂妙庄严之空 回小向大 进步到 大圣的空法 大圣的法空当中 这样才对 与海教化 其事如是 我与海中所设教化 其四项落实 树其利益 为涉海 形化 所度落实 就是说 因为他要总结 他去 因为人家问 志基菩萨问 就给他回答 回答的 该回答都有回答 所以他就跟 文书 文书实力菩萨 就跟志基菩萨讲 我在海中 所设 所安排的 规划的 所做的这些教化事 大概就是我讲的这些 所以 就杜了这些人 非正不知 非言 可显 故文书实力 先以所化菩萨 万得庄严之相 似之 而赴明言 其教化之事如是 这很妙的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很妙 就是说 非口所宣 非心所策 非正不知 非言可显 就是 这个很难讲 所以我先 先让你看到 我所度的人 有这么多 他们来了 你看到了 可是其实这背后 非言可显 所以 我先让你看到 这些菩萨的庄严相 那我就跟你讲 教化的事 我是这样做的 过程也是要 大家自己去体会 所以说 这个不是说了 就很明显 其实我了解 像我第一次 听上来 开始这些 有的不太了解 我们又做了 这么多年来 继续做慈祭 然后除了 深入精湛 有时候导读 有些营队 我都会承担 或者是 很多任务也会承担 慢慢慢慢的 你有身体力行 有性愿行 我也有一些 发一些愿 有些愿行 性当然没问题 我不常常说 我看到 听到大圣起信论 我就超级高兴 就非常 就是性 OK 那愿也有发愿 很多不敢发愿 我也有发愿 行就是要继续行 不只要行 还要修行 修行 性节行政 性愿行都要 所以 父名言 其实教化 这是如是 我们来看 上人接近 要讲节语 他说教化的方法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不简单 其实跟他那些方法 很简单 可是我自己 体会了很久 我自己做教育训练 做管理 非常非常久 三十几年 教化的方法 讲是很简单 其实要做到 真的是不简单 要用很长的时间 今天跟我们的 探索训练员 在分享 发现说 有用长时间 在自我发展 自我修行 在文法的 都OK 都没问题 所以一定要用 自己的自得 来累积 修行 把自己的智慧 德恨 不断累积 所以典范 我们要学习典范 自己也要去做 身体力行 入群众中 任何一个地方去 都不畏惧 这样进去 去接触 你看仿世志工 要接触的人 都很挑战 常召菩萨也是一样 进去 接触 感化 付出 去利益男群 对不对 如果有做到这样 最后都是好结果 但是有的要 度很久 有个师兄跟我说 他度某某人 度了六年 度进来以后 道心坚定 我相信 就很敬佩他 对啊 就是这样 有人度了半年 一年就起烦恼心 就耐心 还不够 所以今天就 下午再分享的时候 就跟他说 他有自觉到 要增加自己的耐心 耐心 所以 教化道理就这样 大家可以做参考 我们来看上人的结语 我们听法 要很踏实 脚踏实地 不是悬在空中 不是幻化 视线 菩萨得恨 用些描述形容词给你 上人都是要我们做 菩萨不是在墙壁上 不是在佛看上面 佛桌上面 给我们膜拜的 自己就可以是菩萨 把这个法律心来 菩萨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佛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这个就对了 人间要用实相 实相的道理 用真实相 路人群 能也能之间互动 互感化 这样才是我们真实要学的 所以要实施多用心 像最后一句 也蛮感动的 我们下午玩拱桥传温暖 一个体验活动 第一位学员 因为有小组分享 后来我想说 增加一个大组分享 只有两位 都讲得很好 他就讲到这个 组织的氛围 然后人跟人会互相影响 我就跟他讲说 英国有个专家讲 Behavioral breeds behavior 行为会生出行为 行为会影响行为 所以上人你看 老早就跟我们讲了 人与人之间互动 互感化 这看起来淡淡的字 这里面都有很多智慧 很多专业在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用心熏化 用心做 做了以后 你就体会上人在讲什么 我想这是上人 他要我们学的 要我们做的 好 感恩大家 感恩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静思妙莲花 感恩